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教讲三世 即过去是现在时未来世 很多人都好奇自己的前世之事 但却无法了知 这是因为凡夫都有隔音之谜 人在死亡之后 神识投生转世 不知自己前世的种种顾名隔音之谜 但是人死后若有来世 为何从不见有人回来报告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佛陀在经典中对隔音之谜是怎样解释的 何为隔音之谜 关于隔音之谜 佛陀在《佛说见证经》中就讲到过这个问题 一天佛和弟子们在罗月之城外的一棵大树下休息 有一位新出家的比丘 名叫见证 心里正在琢磨一个问题 佛说人死有后事 为什么不见有人回来报告呢 我要问一下佛陀 还没开口 佛陀已知道 师尊就先说道 弟子们 你们看这棵大树 本来只是一棵种子 现在已经长成茂密的大树 起初是种子的 还没有树根树干 树叶和果实 在地水火风四大的因缘作用下 种子才发芽 芽在生茎 茎在生叶 叶在生花 花结果实 辗转变异 虽然已经不是原来的种子 但又不离原来的种子 你们说这些根茎花果还能再变回原来的种子吗 弟子们都回答 不能 佛告诉弟子们 生死也是这样 无名于吃 为本 犹如树的种子 种子虽小 却能长成大树 有了身体就有老死 死后食神随生前善恶之行 去往来世 遇到有缘父母再受形体 生起新的六根 寻染新的习气 另受苦乐 加上环境的改变 都已经和前世不同 不能再恢复到原来的身体 习气 住所 犹如大树不能恢复为种子一样 比丘见正起座常规 向佛请问 我有生以来见到不少人去世 比如父子兄弟 朋友 夫妻 愿仇离别 或相爱相赠 为何不见死后食神回来和活着的人当面报告呢 是什么令食神有所隔爱 愿世尊分别解说令我等断出疑惑 世尊做了种种辟语 解答见正比丘的问题 佛说 食神没有形象 若身作福 则食神随着福音转生 不能回来向人报告 为什么呢 譬如 野炼家将矿石炼成铁 成铁后 铸成铁器 铁器还能恢复成为矿石吗 食神 离体 住在中阴身 犹如矿石已炼成铁 从中阴身转受新的身体 则犹如僵铁 铸成铁器 原来的形体就消失改变了 不能再恢复为原来的食神 今生种种皆是前生因果 一切有违法 尽是因缘和合 缘起时起 缘尽还无 不外如是 今天带大家看看 五十种投胎转世的因果 一 能当国王大臣 地位尊贵 有权势的人 都是前世从礼敬佛法僧三宝中来的 二 大富豪之人 是从前世布施中来的 三 长寿而没有疾病 身体强壮的人 是因为前世持戒律之故 四 长得端正白净 荣光焕发 身手柔软 吐气芬芳人见人爱 令人观看不厌的 是前世羞忍辱的结果 五 喜欢精进修行不懈怠 乐于陪福德的人 是从精进中来的 六 个性安详不急躁 言语行为都很审慎的人 是修禅定的结果 七 有人有才干明白事理 通达了解优身之法 能够把微妙的一礼 讲得很顺畅 让愚蠢的人都能够听得懂 别人听了他的话 都能受益 且接受他所言 珍重他所言 并广为宣传 这种才能是从修智慧中得来的 八 讲话声音清澈的人 是从歌颂三宝中得来的 九 干净清洁没有疾病的人 是从慈悲心中得来的 因为他前生 不用木棍等物打人之故 十 长得高大的人 由于前世对人恭敬之故 十一 长得矮小的人 由于前世轻视傲瞒他人之故 十二 长得丑陋的人 由于前世喜欢生气怨恨之故 十三 对事物一无所知的人 由于前世不喜欢学习问人之故 十四 生来愚蠢的人 是由于前世不喜欢教导别人之故 十五 哑巴是由于前世 放毁别人的缘故 十六 笼子 瞎子 是由于前世不看经典 不听讲经的缘故 十七 当人的奴隶 是由于前世欠债不还之故 十八 地位卑贱的人 是由于前世不理经三宝之故 十九 长得又黑又丑的人 是由于把佛前的光明遮住的缘故 二十 生在裸体之国 是由于前世在佛寺及经社 衣着不整的缘故 二十一 生在马蹄国的人 是由于前世穿着木鸡 在佛前喧嚣走过之故 二十二 生在穿凶人的国度 是由于前世不失作福时 心生悔恨 吝惜之故 二十三 投胎成鹿迷 几等鹿类中之人 是由于前世喜欢 让众生惊慌恐怖之故 二十四 生到龙族里 是由于前世喜欢调戏 是轻浮人之故 二十五 身上生有恶毒之疮 而总是治不好 是由于前世喜欢鞭打众生的缘故 二十六 人见人爱的人 是于前世见到人就满心欢喜 愉悦之故 二十七 人见人厌的人 是于前世见到人就脸臭臭的缘故 二十八 被官府拘禁 被关在牢内 被手铐 脚镣的人 是于前生喜欢把众生关在笼子里 让众生不如意的缘故 二十九 生得吐唇之人 是于前生钓鱼 绕鱼缺失唇吻之故 三十 不喜欢听金玉良言 而且吵闹不休 扰乱别人听经法的人 后世会成为单耳狗 三十一 虽然听闻佛法 但是内心不信 以后会生到驴马之中 三十二 坚定贪心 自己毒食的人会堕到恶鬼道理 以后投胎为人 会很贫穷饥饿不避体 三十三 自己吃好饮食 给别人吃饿饮食 这种人以后会堕到 诸其蟑螂之中 三十四 抢夺别人的东西 以后会堕落成羊 被人活生生的剥皮 三十五 喜欢杀生的人 以后会成为水上的浮游虫 招生募死 三十六 喜欢偷窃 他人财物的人 以后会生在牛马或做奴隶 以偿还偷窃之债 三十七 喜欢奸淫别人的人 死了之后会入地狱 男的会抱着灼热的铜柱 女的会握在炙热的铁床上 以后还会投胎做鸡鸭 三十八 喜欢说谎 并到处宣传别人过饿的人 死后入地狱中 会被口罐滚热的铜汁 会被拔出舌头 以牛来跟他的舌头 之后还会投胎成 修留英语 这类声音难听的鸟类中 人们一听到他们的鸣叫 都觉得惊不 说会发生鬼怪灾变之事 都诅咒这种鸟死掉 三十九 喜欢喝酒 最后犯了种种过失的人 将来会堕入热腾腾的 大便地狱里 之后还会投胎成猩猩 出生为人时 非常愚蠢顽 一无所知 四十 夫妇彼此 不柔和顺从 经常打斗争执 彼此互相驱逐的 将来会投胎到 割鸠鸟类中 四十一 贪图别人力气的人 将来会生到大象群中 四十二 当官吏吃公家饭的人 如果对方无罪 自己去利用公职之便 侵犯人民 用鞭杖抽打他们 强迫送走他们 脚镣手铐他们 使他们投诉无门 这种人死后堕地狱 神是受到极端的痛苦 这样经过千亿年之后 再堕入到水牛中 被人穿鼻口 拉车拖船 被人用棍子打 鞭子抽 以偿速逝之罪过 四十三 不干净的人是从猪投胎来的 四十四 坚令贪心不廉洁的人 是从狗投胎来的 四十五 凶狠暴力 刚愎自用的人 是从羊投胎来的 四十六 清脏不安 不能忍耐任何事的人 是从猕猴投胎来的 四十七 身上有一股腥臭之气的人 是从鱼鳖中投胎来的 四十八 凶恶很多的人 是从毒蛇投胎来的 四十九 爱好美食 喜欢杀害众生 而没有慈悲心的人 是从豺狼狐狸英中投胎来的 五十 在胞胎时就死亡 或生下来不久就死亡 或狠短命就死 之后又堕落 三恶道千万劫的人 属于前世 喜欢打猎尸杀动物 喜欢焚烧山林 喜欢把动物的卵弄破 喜欢捕鱼网鱼 这种人杀害一切众生 贪吃他们的肉 贪图他们的皮毛 因此而得短命的报应 世事累劫 都堕落恶道 很难有成人的一天 对于前世今生形成的种种姻缘 以及我们为什么会有痛苦 佛陀在楞吟经中 一语道破 诸法所生 唯心所限 一切因果 世界微臣 因心成体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